大马丹日金增病例在创新高 此外圣诞节违反SOP遭罚人数也创新高 印尼新任宗教部长亲访教堂 杨延耀当全民宗教部长 沙菲尔回应和纳吉阿姆扎西用餐照片的来龙去脉 完整新闻请留守12月26号的百隔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威明 首先来关注疫情消息 因为违反SOP而接获罚单的人数 在昨天圣诞节创新高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曼沙比利指出 这1002名违反SOP的人士 有687人是因为涉及娱乐场所活动 其他则包括没有提供访客出入的记录设备 没有佩戴口罩 以及涉及难以保持人身距离的群聚等等 近期执法单位在巴生工厂展开取缔行动时 却因为消息走漏而扑空 对此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表示 将在明年1月首个星期推荐一个可以让外籍 或者是本地员工直接联系人资部的应用程式 好让当局可以更有效的对违反446法令 或者是卫生部标准作业程序的雇主采取行动 接下来关注政治新闻 沙巴明星党主席沙菲裔和前首相纳吉 还有巫统主席阿摩扎西的一张合照 在网上流传之后引起揣测 再加上沙菲裔早前透露 明星党有意西渡大马半岛的消息 因此难免让人联想到这是否与他的西渡大计有关 对此沙菲裔回应指 这是他昨天出席纳吉母亲敦拉哈的葬礼祈祷会之后 一起用餐时被拍下的照片 当时他们只是共进晚餐 没有和巫统进行政治对话 他也强调自己是因为公务在身 无法出席敦拉哈的葬礼 所以才会在昨天出席祈祷会 目的是向敦拉哈致敬和政治占卜上边 共产党主席安华昨天在大马穆斯林青年运动代表大会上 透过视讯至开幕词 并且针对伊斯兰世界主义打造大马民族的主题发表看法 他警告如果一切只是照本宣书而没有以道德为初衷 就会掉入已故物理学家霍金所说的知识的假象的心理陷阱 他也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森恩的书 劝告人民误线路身份认同的误区 另外安华也一再强调 公正公义作为文明社会基础的重要性 所以我参照为文明社会和文明社会联系的方法 就会说和文明社会谈论 但是如果一切是一切可以的 一切是一切的 一切是一切的 最后把焦点转向国际 新上任的印尼宗教部长亚库 趁着平安夜亲自拜访三宝龙一所新教教堂 除了对牧师双手合十问好之外 他也受邀致辞 向在场者保证自己是宗教信仰各异的全民宗教部长 而不仅仅是单一宗教 而身为印尼最大伊斯兰组织之一的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青年团领袖 亚库是在本月23号才正式获得任命 接掌印尼宗教事务部 那么今天的百科大事集到此 感谢收看